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舒兴峰 法拉盛就算是已经全面复工了 有一些银行或者说珠宝的卖表的门外依然订着这些木板 为什么华人的超市没有订木板呢 因为华人超市里边本身也没有什么 就是一些鸡爪子,对吧 老外抢了也不会吃 走,我们进去看看 他关着门的,本来我们是打算进去看的 但是关门了 这个卖表的地方是在 已经定死了 而且他还没有复工 我们进去看的 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们进去看宽敦 我们进去看板 就是说这边的线 那么这边 我们进去看 在设众里面 就 Milli到现在 我跟你说